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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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暗場位於新北市三重區 室內面積為23坪 屋形式新城屋 空間格局為三房、兩廳、兩位 木 treatment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開箱的這個暗場 雖然它 Hunt Ground 不大 2oresign 可是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因為當初屋主 來招我們討論的時候 它是兩個大人、兩個小孩 就是姐姐和弟弟 它的需求很特別 因為他是一個重度的拼圖玩家 所以他希望這整個空間有很多地方可以放置他的拼圖 包含拼圖的盒子他都要有地方收藏 再來就是 顏色他希望越豐富越好 所以在一開始規劃的時候 我們其實考慮到 很多地方要放拼圖 那拼圖本身就五顏六色的 櫃體還有牆面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的比較素一點 沒想到屋主看完我們的 第一次設計的提案之後 他覺得 顏色不夠多 要再多豐富一點 所以最後我們就在這個住宅空間 加入很多繽紛的色彩 還有屋主喜歡的元素在這裡面 整體來說 我覺得 這裡比較像是一家人 可以聚在這裡 聊天 開心 遊玩的小天地 今天這集特別精彩 如果你家裡有小孩子 或是你也喜歡這種繽紛色彩的 住宅元素的話 一定要看完今天影片喔 在開箱暗場之前 我先來介紹一下這一場的 專案設計師 貝蒂 貝蒂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玄關 我剛才一進來我就覺得很像來到一個 童話王國 因為它色彩用的 很豐富 現在 我們身後的這個圖案 其實是有含義的對不對 有個故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白色的話 就是爸爸的感覺 然後藍色比較柔和 就是媽媽的感覺 粉色有呼應到 妹妹的房間 就是妹妹的 然後綠色呢 就是有呼應到 弟弟的房間 就這樣 所以這一家人都在這邊 但是這個後面 是我們的儲藏室 對 所以其實遠看你看不出來 我們的儲藏空間 果不其然就是放很多雜物 那我們先收起來 那一進來 我們的落成區 用了這樣子的 花磚 所以整個進來就會覺得 馬上很吸睛的效果 那這個地方 有一個大面的穿衣鏡 這個超大面的這個 全家人在那邊都可以了吧 對然後我們有 特別挑灰鏡的原因是因為 假如用明鏡的話 整個空間 銳利度 會比較犀利 剛好啦因為這邊後面本來就是一面牆 本來後面你不可能有放什麼收納空間 所以就 利用這樣子的面積 做了一大片的穿衣鏡 所以啊門後面 穿衣鏡這樣就對了 好 那我們再過來看到 這個鞋櫃很特別 這裡是 放外出衣服的地方 抽出來 這樣的深度就不用做到像衣�這麼深的 然後另外一個 更特殊的 然後另外一個 更特殊的 雨傘架 這讓我回想到以前 我記得第1支開箱 還是第2支開箱的時候 我也做了一個雨傘架 就下面 那個留言 罵翻了 雨傘濕濕的 你放櫃體 那櫃子不是會爛掉嗎 好我這邊還是要跟大家再講一次 雨傘架是讓你放雨傘 沒錯 可是不是讓你放 濕的雨傘 大家都有騎過摩托車嘛 下雨天你穿雨衣 最後你要收雨衣的時候 你會把濕濕的雨 整個放在 那個車廂裡面嗎 不會 不會嘛 你會曬乾的在放嘛 所以這個雨傘架 不是讓你來放濕的雨傘 雨傘亮乾之後 你平常收在這裡面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很好收納空間 然後 我們沒有浪費啊 你看只要利用到短短的 可以放好幾支 一二三四五支 那下面其實我們有做透氣孔 所以如果稍微有點濕氣 還是透了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鞋架的部分 鞋櫃 這邊都是鞋櫃 然後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端井牆 我剛有提到嘛 屋主 重度的 拼圖玩家 所以這個是 我們的第一幅 它的名字叫 交響樂 對 交響樂剛好跟這個建案有呼應 這個他們都自己拼的 對 他的 他的拼圖我看過 真的都很漂亮 然後剛好放在這邊是他們的展示用 那這後面我們也用了 魚骨屏 當一個背景 襯托出這個收藏品的價值 接下來我們要進到公里域 所以進去的這個動線 這兩側 我們都是用了圓弧的造型 來減少那個銳利感 但是圓弧造型不是只有造型而已 這邊還是可以收納 對 完全沒有浪費 很好 然後在這個地方 可以放掃地機器人 還有一些展示屏 所以你進來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 很窄 然後你很容易就動線 就這樣導引進來 然後剛好 落成區的 場域的界定就在這裡 很明顯就知道 進來就是我們的公里域啦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餐廳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來到我們的餐廳 餐廳這邊有 整排的 備餐櫃 還有收納櫃 因為我們餐桌 靠上去 其實下面的 收納會比較難用 對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滑門 讓它可以做收納 完全不會被影響 那現在在配置餐桌的時候 我覺得啦 我個人習慣 我會配兩個單椅 然後再一個長板燈 其實這樣子的做法 會比較多的變化 那我覺得這個 大小也剛好 你看動線我們也讓出來了 最重要上面本來還有一支 這支梁 對 但是我們怎麼樣去弱化這支梁呢 你可以看 參考一下我們的設計手法 其實我們把它 整個包覆起來之後 用了兩個線形燈 去揉化整個空間 對 電視牆特別講一下 當初我們好像有建議是 要白色的 就是文化石 白色的文化石 結果呢 放在3D裡面覺得太單調 所以我想說 要 要這樣玩是不是 要畫就更花 要玩大一點的是不是 好那就給它 彩色的 彩色的 那像一般啊 屋主看到的文化石 可能 都一些基本色 白色啦 然後灰色 或是 紅磚色 比較少看到這種 彩色 所以這個 電視牆我覺得很特別很可愛 然後過來這個地方 窗邊 我們有一個 卧榻 側邊利用的空間 也做了 可以放書的 收納空間 但下面 你看這裡 這也都是可以放 對不對 已經都放滿了 對放了 屋主就兩個小孩嘛 然後兩個大人 所以四個人 小朋友東西真的很多 我可以理解 我記得妳有跟我提過說 好像還有一個機關 是大家想不到的 對 就是我們這邊 其實下面還有做一個 收納的地方 這個 可以上鮮 裡面可以放 比較不常用的 盒子 哇很深耶 這個蠻大的 可是 說實在 不好拿啦 可是可以放 對 如果封死 就浪費了 下面那麼大的空間 很可惜 就是盡量用 放一些不常用的可以放 對 好 那 接下來後面 這個 沙發區 後面這個造型 我覺得 很棒耶 很像柵欄這樣 這是什麼造型 這是冰棒棍的造型 本來沒有這塊 那他覺得 沙發背牆太單調 那我們就想說 配合 玄光的圓弧造型 我們也放在 沙發背牆 這冰棒棍是妳自己覺得 對 對 因為 我以前都把它叫 柵欄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人叫 冰棒棍 你不覺得木聞的那個很像 冰棒的那個 你這個冰棒棍這個吃得太多了吧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所以整個這樣看起來 我相信屋主非常的enjoy 整個 親子同樂的時間 對的 好 現在這個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 我覺得很好 然後再過來 我們這次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 拼圖的展示牆 聽說這幅拼圖擺在這邊 他只有含義的 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天堂跟地獄 加入小朋友不吃飯 你會下地獄喔 對 就是這樣的道地 小朋友不吃飯就會下地獄 也不是太嚴重 你一定要講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真的嗎 真的啦 小朋友不吃飯就會下地獄 這是什麼弱子 你下地獄就是 吃你不吃的東西 我知道啦 但是一定要這樣比喻嗎 就是可以機會教育的 這幅拼圖 所以我覺得 蠻棒的 我是覺得可以 某種程度的機會教育 你剛剛那個有點像恐嚇 你不吃飯會下地獄 我覺得 但是 這個拼圖我看起來很漂亮 他會選擇擺出來 我一定有他的用意啦 但是我不太相信你剛才的出貨吧 重要的是他側面還有一個很棒的收納櫃 側面 對 做著什麼設計 露出來 他們有很多 拼圖的 剛才有說啊 連拼圖的盒子 他都要收藏 因為有些可能很有紀念價值 然後因為妹妹有大概100多隻娃娃 所以他也希望有 可以放娃娃的空間 那朋友來的話可以拉出來給朋友看 對 然後就可以套圈圈之類的 可以嗎 可以吧 100多隻耶 對100多隻 應該還沒有放滿啊 就是 就是多了很多收納空間 不會浪費後面的空間 對 收納櫃做得多的困擾就是 沒放滿的地方你也會想不要放嘛 不過他隱藏得很好 遠看你會覺得他是一個展示牆 但其實後面的空間 他竟然還有收納 我覺得整體的收納空間這次掌握得不錯 對 然後再過來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 第二備餐櫃 對對對 餐櫃 餐桌這邊也有嘛 這邊也有 對 那這個地方 中間樓空的高度蠻高的 但是你中間下一層玻璃 為什麼 因為他 咖啡機會放這 那他的小杯子可以放在上面 那朋友來也可以直接拿去 蠻方便 所以不要浪費那個高度 就是下一個層玻璃 其實他就可以活用 後面的電源都有配嗎 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 主臥看看吧 但主臥的色調就變得比較不一樣 比較沉穩一點 因為回到房間其實要休息的 對 那在 我們床鋪的後面 我們用的是特殊漆 來當作一個主軸 過來這邊我們有配置一個 梳妝台 兼梳桌 可是比較 特別的是 你這次 抽屜往內縮 因為我們原本抓如果正常的深度 55 60公分的話 其實他就會變成這樣一個 直角 銳角 但是 如果要做成圓弧的話 抽屜在這邊 照做抽屜就露出來 對 所以這次就往內縮了 很貼心喔 然後在 這個地方 我有注意到 這也跟我們以前的城板做法不一樣了 對 這你好像聽說你有特別跟廠商 施壓 對 因為我覺得 4公分的話會太厚 我想要讓他有一點層次感 所以我這邊打了斜角 看起來 城板比較薄一點 那遠看會看起來不會那麼笨重 我們遠遠看他有個層次 對 然後配合燈光 又有一個拼圖了 這個拼圖的名字叫什麼 急診室 為什麼要放這個 因為跟女屋主的職業有相關 好那我們 在 這邊是我們的 主臥的衣櫃 還有 這件是我們的主浴 但這次 衣櫃聽說 也有一個 設計的小巧思 對 上面有一支樑 喔在這裡 那設計的小巧思在哪裡 大家猜得到嗎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樑下做衣櫃的話 門片高度就在這裡 可是這次沒有 我們其實把那個樑給包覆起來 所以看起來 怎麼衣櫃高度就往上拉伸 那你遠遠看是不是就會比較一致 因為樑其實就在上面沒有過來這裡 所以如果變成門片 低這邊門片高 看起來也蠻突兀的 所以乾脆就 利用門片把樑給封上去 看起來就會比較一致 所以這樣子的設計手法 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然後主浴 這次我們就不多做介紹 因為是建商原本的 因為這間新層屋 對 這個我們就沒有動它了 好我們繼續往下個房間走 姐姐房 耶 這就是小朋友的房間啦 很明顯啦 每個房間 每個空間 都有一幅拼圖 那沒關係我先跟大家介紹 來這裡 床的旁邊 書桌嘛 因為小朋友 當然 學習很重要 所以書桌 沿著衣櫃 對 這樣的做法 就不會有門打不開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延伸進去 然後再來是 這整個 床頭背牆 的概念是什麼 這個概念就是 有點 氣泡感 我們用三種 不一樣的粉色 然後用大小不一樣的圓圈 看起來很像 小小的泡泡 那讓整間的少女感有提升的感覺 然後加上 旁邊最角落的一個smile 就是 妹妹起床的時候就可以 很開心的看到這個笑臉 就是 保持笑容迎接每一天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真的是屬於他的空間 然後再來看到 果然是少女星 兔子的巴掌 這個是 我們跳的 還是屋主 有大方向給屋主 然後 我在跳 我們都建議他 然後這個整個過來 粉色系 這裡有 衣服的掛鉤 這個動物的 然後 這個是不是那個什麼一個船的故事 諾亞方舟 對對對諾亞方舟啦 這是妹妹喜歡的喔 諾亞方舟不是在講什麼世界末 洪水啊 所以床頭才要用smile 喔 你是說 把每天當作最後一天再過 當然 然後要保持笑容 是這樣串聯的嗎 對對對 我們開玩笑的 應該只是妹妹喜歡啊 這是我們自己瞎講的 好 妹妹房間非常的少女星 我們來看 滴滴房 GO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突然想要一件事 嗯 剛剛不是說 這裡有一個櫃子 然後後面有一個什麼收納嗎 對 啊你剛剛是拖出來的 對啊 什麼問題 不是啊 那你拖出來 然後你把妹妹的房擋住了 他這也是世界末世是不是 然後 我們設計師 怎麼可能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我示範給你看來你進去 假設他是妹妹 所以 他進去房間對不對 那外面的人 我要用這個櫃子 我把他拉出來對不對 好 喔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耶 下次問問題之前 要先想一下 不要這樣質疑我們 好嗎 我們去看滴滴房 在去 敵滴房之前 我們這邊過道 我要介紹一下 其實在 玄關的端頸牆的後面 這個牆面呢 我們做了一點點 小巧思 這個是一個 烤漆玻璃 加上有磁吸功能的 對 那為什麼要放在這邊呢 第一個 小朋友可以方便畫畫 第二個為什麼要做磁吸功能 如果今天有一些 帳單啊都可以夾在這裡 我覺得 整個 牆面也都有利用到 不然的話 又只是油漆而已 就 有點單調 那 這個是 建商的原本的浴室 我們就保留原本的 我們就沒有失作 可是呢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建商的門片 是原本那種胡桃色 所以這次我們會整體風格 我們還是把它噴成白色 好我們來看滴滴房 底底房比較小一點 對 他現在只能放單人床 還要有梳桌 衣櫃 這衣櫃 怎麼開 都已經擠到前面了 我們門片的話就拉高 然後可以直接打開 那最下面放不到的 用刮椅空間 其實是OK的 衣服垂墜下去 所以這就是關鍵的 因為這樣的空間 你要三個都滿足 其實蠻困難的 但我們在衣櫃在這個地方 我們做了一點 變動的設計 其實說 這個門片 高度 我們把它 提高啦 閃過這個床 這樣你開沒問題 那下面通常是抽屜 可是床就在這裡啊 會擋住嘛 對 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打開來之後 往下的空間有 可以用 但是你就不要從外面用 因為不然 你根本沒辦法開 所以這樣子的 設計下 衣櫃有了 床有了 梳桌有了 這空間 就是滴滴的 小天地 那滴滴跟 姊姊一樣 這邊也選擇 他喜歡的 掛鉤 然後 衣櫃上面 也會有 那可愛的小把手 所以這樣子 這裡應該 才 一坪多吧 1.5 而且下面這個是 抽屜 完全沒浪費啊 然後裡面 床掀開還有那個 緩衝的 那個 板子 可以收納的 前陣子不是 台灣地震很多嗎 所以 我們其實做了一個 凹槽 也就是說你東西或是 舒芳在這個地方 也比較不會因為 地震的搖晃然後整個這樣倒下來 當然如果很大 那一樣吧 但我只是說平常 他如果做平的 東西很容易就是往前倒 然後 後面的 整個床頭的 造型牆 跟姊姊就不一樣 那這個概念是什麼概念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山其實是 媽媽指定說 小男孩就是感覺 山比較適合 那我們用 淺綠色跟深綠色跟淺藍色 搭配木紋感覺會置身於小木屋之中的感覺 是耶有木頭 然後有山 然後這邊 小木屋的感覺 有喔 然後又有動物 這是不是回應到我們一開始在玄關 就有講說 那個 爸爸是白色 然後媽媽是 藍色 姊姊是 粉紅色 弟弟是綠色 到最後都有串聯起來 好 OK 那我們就來做結論吧 好又到我們做結論的時候了 今天一樣跟大家分享三點 第一點 我們這個空間色彩元素用的很多 很容易就會走入 整個眼花撩亂的情況 因為你彩度如果選擇太高 那你就會顯得有些地方很重 那你看久了其實會視覺疲乏 所以像這樣子的空間 你也喜歡玩顏色的話 盡量選擇 彩度比較低的 像木蘭迪色系 就很適合 這樣整個空間的搭配 第二點 這裡的空間雖然不大 不過 收納機呢我們同樣 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在很多地方都做了 你意想不到的設計 像是玄關一進來 我們多了 一間儲藏室 這是原始格局沒有的 然後端井牆旁邊的圓弧形 我們也做了收納 展示平圖牆的背後 我們也做了一個 收納的機能櫃 像是客廳卧榻下方 除了做收納之外 在兩側的書櫃 其實裡面還有一個很深的收納空間 我們也都充分利用了 餐桌的備餐� 我們下方善用了滑門 來避免餐桌卡住 門打不開的這個情況 另外全市的轉角空間 我們都充分的利用 所以這樣子的收納空間 對於兩大兩小的居住者來說 非常的足夠 第三點 這些空間在色彩的展現上 比較豐富 而且我們的設計元素也很多 所以啊 一定要在3D階段 我們要跟屋主做一個 充分的討論 生怕一個做錯 到時候要修改 很麻煩 像這位屋主啊 他的展示品也很多 我們幾乎喔 在3D的呈現上 已經是百分之百 那也剛好帶出來 有很多 這次我們用的小配件 像是掛鉤啊 把手啊 這個是你比較少在其他暗場可以看到的 因為都是我們特地 精心去幫屋主做挑選 跟建議 我也認為啊 你多利用一些這種 造型五金 可以讓整個空間 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以上這三點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結論 如果你也想要打造這樣的特色空間 歡迎 來找我們 或是下方留言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要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優尼克設計的George 小字見 掰掰 好那再過來 這個地方是 欸他走位真是很麻煩 你不要一直晃 你不能一直晃 你這樣會干擾到我們 你不要一直在那邊 他看一直這樣子 我真的會被他干擾耶 我以為 你就站好不要動 你站好 我以為他要傳我這樣 他就一直在那邊 然後我要講 我就 你其實在中什麼民間啊 好 這樣妹妹起來的話 就是 早上就會很開心 早上 你哪裡冷啊 你死船冷啊 早上 早上啊早上 妹妹起床的話 妹妹起 妹妹起床 早上起床就用 死床話跟大家 文好 媽媽 早上好 早上起床的字床話 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 早上起床話 早上起床 這個可以一個字一個字條啊 當然不行啊 當然不行啊 你就知道大家的困擾 你在嫌他事情不夠做 好來 等一下讓我 等等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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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他 兒子 兒子 哈哈哈哈